2017年2月10日,刘洋警方在对农贸市场进行例行检查时,意外在张武智,化名,的店内发现了一只灰鸟,据张武智说,这只鸟是它花了70块钱从朋友那里买来的,原本看着像灰绢鸟,现在越长越奇怪了,谁料警方在仔细端向这只鸟后,竟直接对张武智实行了抓捕,那么警察究竟发现了什么? 为何在看完鸟后直接将张武智进行抓捕,点个订阅不迷路,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张武智是个常年驻扎在大瑶镇重温社区茶园农贸市场的商贩,除了卖些农副产品外,偶尔还倒腾点花鸟生意,虽然赚得不多,但日子过得还算安稳,经常来逛农贸市场的市民,多多少少都会对张武智有点印象,虽说农贸市场不少摊子钱都有家禽卖, 但张武智店面的笼子里,关着的却是他养的鸟,路过的人如果碰上喜欢的鸟便开个价,价格合适就能买走 有些花鸟商在了解到张武智做卖鸟的生意后,也时不时和张武智进行合作,此时生意顺遂的张武智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平静的生活将因为一只鸟而打破 2017年年初,张武智早早地就来到了店里,做着开店前的准备,这时,一个步履匆匆的中年人背着一个蛇皮带来到了张武智的店里,等这个男人摘下帽子和围巾后,张武智这才认出,来人对他而言并不陌生,而是之前久未联系的老乡陈世达,化名,老陈,这么冷的天,你怎么来了? 张武智一头雾水,他想不出这个李灵老乡一大早找到自己,到底是要干什么,陈世达将蛇皮带放到地上,那里面应该是装着什么活物,在袋子里明显的扑腾了一下 只见陈世达满脸堆笑,略显讨好的对张武智说,我前两天弄了只野鸟,看着怪漂亮的,精神头也好,你肯定想要 一听老乡弄了只野鸟,张武智愣了一下,随即有些害怕说,野的 是什么鸟啊?你怎么弄来的?陈世达索性为他解开了蛇皮带,张武智探头往里面一瞧,瞬间被袋子里扑腾的鸟吓了一跳 这只鸟虽然被陈世达束缚住了双腿,但确实如陈世达说的那般伶俐,双目炯炯有神,一声灰雨,还没有完全长成 这个小家伙俨然比张武智之前贩卖的鸟看起来机灵得多 他不由自主的就喜欢上了这只鸟,陈世达看出来张武智对这只鸟很有兴趣,赶紧趁热打铁 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只收你七十块钱,如果你能把这只鸟卖出去,至少能卖到一百五十 陈世达给出的价格倒是不贵 但当张武智观察着蛇皮带中的鸟,越看那鸟的眼睛越感觉瘆人,还是有点犹豫,这鸟到底算个什么鸟,眼睛看着凶得很 看着张武智放心不下,陈世达赶紧抢白道,这鸟就是山里的灰绢鸟,在山里也惯了,别处你还找不到这样机灵的鸟呢 张武智听到陈世达这么说,想着七十块钱确实也不贵,这鸟看着这般跳脱,想来也好卖出去,便从柜台里给陈世达拿出了七十块钱,将鸟留在了店中 然而后续发生的事情,却让张武智越来越觉得蹊跷 在送走老乡陈世达的当天,张武智就将灰鸟从蛇皮带中掏了出来,随即给它扔进了笼子里 然而这只鸟生性很利,在张武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凶猛地在它手指上咬了一口 请客间,张武智的手上就流出血来,张武智看着手上的鲜血,又看着笼子里双目凶悍的灰鸟,不由破口大骂 果然是山里头的野鸟,真够狠的,先饿你个三五天,看你还凶不凶 笼中的灰鸟听了这话,一点也没有被吓到,反而抖了抖翅膀,闭目仰神起来,张武智说到做到 整整三天,它没有给这只鸟投喂定点粮食,而这只鸟也是个有脾气的,竟连张武智给它准备的水碗都踢翻了 到了第四天,张武智蹲在笼子前看望这只灰鸟的时候,发现它虽然已经因为饥饿,连眼睛都没力气睁开了 但是当感知到张武智靠近的时候,它还是在一瞬间弹了起来,并发出擦擦的恐吓声 此时的张武智不由得被这叫声记得头皮发麻,按照它以往喂鸟的经验,一般的鸟在断食几天后要么就是被饿死了,要么就是奄奄一息的状态 没有一只鸟像这个家伙一样,还是满满力气,这到底是个什么鸟? 这个之前就出现在张武智脑中的疑惑,再一次浮现在他的心头,就在这时,有人来张武智的店里买东西,张武智的思绪不得不就此中断 后来因为生意繁忙,张武智就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当天店铺要关门时,张武智看着这灰鸟依旧不愿向自己低头,心想干脆让它自生自灭算了 但转念一下,自己的七十块钱已经花出去了,如果让它就这么死了,自己可太亏了,于是乎张武智拿出小碗,装了一把面包虫 把碗放置在了笼子里,或许是真被饿得受不了了,这只灰鸟竟然主动凑到了碗边,将面包虫吃了个干净 在看到它吃食的那一刻,张武智得意地想,果然畜生还是斗不过人,饿几天都会乖乖听话的,这鸟算是能活了 就在几天之后,张武智的店中就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有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大爷拄着拐,颤颤巍巍的来到农贸市场行逛 当大爷路过张武智的店面时,一眼就看中了笼中的灰鸟,大爷拎着拐杖指了指笼子里正在伸展翅膀的灰鸟,这只鸟多少钱啊 张武智一看这鸟有销路了,连忙冲着大爷喊一百五十,你要是真想要,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大爷倒是也没还价,只是叫张武智把鸟笼子放到亮堂的地方叫他好好看看,谁知张武智刚把鸟笼子放到外面 农贸市场中的其他人也纷纷围了上来,对这笼子里的灰鸟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大爷凑得最近,望着灰鸟炯炯有神的双眼指不住点头,看来是真的喜欢这只鸟 张武智刚想趁机和大爷说假,谁知大爷还没发话,旁边的人倒是说了一嘴 这鸟看着挺凶的,不像家养的鸟,莫不是野生的吧 张武智没敢搭场,只是观察着大爷的神情,就是就是,我看着倒是像鹰 听到这话,张武智觉得不能再任由路人乱说下去了,他连忙解释 什么鹰啊,这就是一般的灰鸟鸟,看着机灵点罢了,哪就那么吓人了 谁知这话没有压住路人的疑惑,却打消了大爷买灰鸟的念头 只见大爷摇了摇头,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了,凑热闹的人群见买主走了 自然不会在滩前多坐停留,不一会儿也就散了 之后的一个多月也有过几个人有购买灰鸟的意向,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把这只鸟买走 张武智眼看着这只灰鸟,从刚来时的巴掌大小逐渐变大,体型足足翻了一倍 而羽毛也由原本的浅灰色变成了油亮的深灰 爪子也变得更加尖锐了,这个本来可怜兮兮的小家伙,好像真的越长越像一只鹰了 感觉被欺骗的张武智怒气冲冲地拨通了陈士达的电话,准备和他好好理论一番 你卖给我的到底是个什么鸟?人家都说这是个鹰 接通电话的陈士达也梦了,随即告诉陈士达,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鹰是那么好捉的,你去网上搜搜灰鸟的照片,跟着鸟长得一模一样 听见张武智不说话了,陈士达反而气呼呼地说 你要是不想养那只鸟了,明我就去你那把鸟带走 反正不就是七十块钱吗,还给你就是了,你也用不着为了一只鸟跟我生气 张武智听陈士达这样说,一时之间也没了主意,他也觉得陈士达没有捉鹰的本事 或许这只鸟就是普通的鸟鸟,是他自己因为别人的话多心了呢 在通话最后,张武智也没有明确要求要退货,这件事就这么搁置下来 灰鸟依旧被他当作灰鸟鸟放在他的店中 然而令张武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自己的一念之差导致了自己终身之憾 2017年2月10日,这一天必将会成为张武智终身难忘的日子 这天张武智如同往日一样来到农贸市场开门做生意 还特意在喂完灰鸟后,将灰鸟的笼子搬到了显眼的柜台上 想着或许有人路过的时候能将这只鸟买走 然而这天恰恰也是是森林公安局南区派出所对农贸市场例行清查的日子 张武智还没有来得及将店铺的东西进行规制 警方就踏进了张武智的店铺 警方随即查找出了此前张武智从别的途径购入的一只野猪 弃之野鸡,三条蛇及其他一些野生动物的残体 面对警方搜查出的这些东西 张武智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慌张 因为据他所知,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售卖这些野物 本着法不择重的愚昧心理 张武智还心存侥幸,认为不过是自己倒霉被查到了而已 并没有将执法的警方放在眼里,在场的警察看着张武智的这个态度 对于张武智漠视法律,售卖野生动物的行为深恶痛绝 然而在看到张武智店内笼子里还关着一只看似其貌不扬的灰鸟后 警方瞬间意识到了,眼前这个漠视法律的中年男人已经严重触及了法律 警方尽快将灰鸟送到了湖南省野生动物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 最终专业人士给出鉴定结果 当警方将鉴定结果拿到张武智面前时 张武智下的腿都软了 张武智购入的这只其貌不扬的灰鸟 实际上是松雀英,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而且还归属于宾威野生动物一科 在了解到自己已然触犯法律之后 张武智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不敢有丝毫隐瞒 将他从陈世达手中花70元购买松雀英的来龙去脉 交代了一清二楚 警方在得到信息后迅速出动 连夜将陈世达缉拿归案 而陈世达在面对警方的盘问之下 最终对非法逮捕松雀英一事供认不讳 而在事情的最后 张武智也因涉嫌非法收购珍贵 宾威的野生动物被市森林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在警方对张武智实施抓捕的时候 张武智不由高声大呼 松雀英又是什么鸟啊 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养的鸟是鹰啊 农贸市场的人在看到警察带走了张武智后 不由议论纷纷 有人在人群中说 我早就看出来那只鸟不是普通的鸟了 谁知道是从哪里弄过来的 身旁的人满脸疑惑地发问 那老张这样会被判刑吗 要判多长时间啊 一时之间 张武智的结局成了众人最为关心的话题 法庭之上张武智满腹委屈地向法官申诉 自己真的不知道购买的这只鸟是松雀英 正是因为陈世达的欺骗 这才导致了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法律 然而警方当即指出 虽然陈世达一再强调 是因为松雀英和灰绢鸟长相相似 才触及法律 然而松雀英在长相上 却与雀鸟的长相和习性有很大不同 松雀英属于是小型猛禽 体长一般在三十多厘米 比一般的鸟鸟要大 而且性情激紧 也不常以虫子为食 反而更喜欢偷袭和捕食体型较小的鸟类 这些都与鸟鸟大不相同 甚至某些野生鸟鸟 也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是不能被肆意逮捕和购买的 况且张武智在明知这只松雀英 是由陈世达游乡野捕捉而来 却要执意花钱购入这只松雀英 以达到自己牟利的目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论张武智此前是否得知这只鸟的真正品种 他购入松雀英的行为 都已经违反了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最终 法庭上的张武智留下了忏悔的泪水 然而此时的后悔着实太晚 法院审理认为 张武智非法收购珍贵 并为野生动物以触犯刑律 依法判处 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告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三千元 近年来 随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不断推行和完善 有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得以被解救 残害 捕杀野生动物的人也在不断减少 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 也得到了更好的存活环境和条件 然而 只有法律的保障是远远不够的 保护野生动物应该从我们自身做起 切勿学张武智和陈士达等人 要做一个和世界万物和谐共处 拥有美好心灵的人 点个订阅不迷路 果然离谱 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